我叫小冬 你可以叫我小冬头 然后来自四川成都 我经历过做文化产业 然后做活动 然后做营销 做品牌 老师之后 我后面为了探索 自己不上班的多种可能性 尽可能让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份 可以养活自己 那么我去 把我自己的老本行 去作为一个 我在老师之后的一个主业 向我原先的一些客户 和我的一些供应商 和我的一些朋友 告诉他们 我现在这种词呢 我能为你提供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服务 那么你可以来找我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 自我推销的方式 成功地去接来一些散活 我想来到大理 第一个是我朋友在这边 第二个是 我想我带着问题来到大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不稳定 带来的不安全感 我能不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长期独自一个人工作 然后又想融入到 这个社会和社群里面 找这种平衡感 咱们在这里找到 那来到这儿之后 更多的是 人与人之间这种交流感 不会那么陌生 这种陌生在之前的城市里面 是经常会在的 然后人与人之间非常相处 非常融洽 而且有一定的边界感 它不会愉悦 让你很舒服 你在这里 你想说话就可以说话 你不想说话 你就可以不说话 之前会有 但后面我不会有这种担忧 我倒是觉得技术性人才 会在整个中国 我到时间里面越来越吃香 就像男女一样 像我的四份工 那不管是品牌策划 还是民宿店老板 或者是博主 以及是训练营导师 还是顾问 那他们的本质 我觉得是沟通 我自己觉得 我这个工种属于万能游板 匹配到任何行业 都是可以的 我不担心会被取缔 也不会担心被取代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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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experien亿 我妈妈 每天都会